好 龙云台这个脱腮的这个动作呢 这个惹毛了在野党的立委痛批 他是在拍沙龙罩嘛 而这个肢体语言在心理医生看起来 是有心理上的含义的 那么这显示当事人的心态是 不想卷入口舌风暴 置身室外看他人表演 而事实上龙云台非常频繁的用这个动作 或许在很多场合当中 都能够看到这个招牌姿势 比如说一个长时间的会议 这种脱腮帮子 我想一般来讲 我是希望用比较一个 试图用客观的立场 龙云台脱腮经典动作 现在可是红道连精神科医师都知道 进一步揣摩心态 其实龙部长直询时 心里头想什么 嘴上没说 但动作早就泄露环机 我相信他当然会让人家会觉得说 我不太敢跟你随之其入 反正我就先看你想怎么表演 很白一点就是看你想怎么表演 因为你也是在抢镜头 淡定优雅的姿势 把直询当成秀来看果然是十足的龙氏风格 医师分析龙云台脱腮时表示 拒绝情绪受到波动 你掩饮你的 我看我的 直询其见 双手轻松靠在桌面上 而立委讲到激动处 龙云台鸣嘴笑 硬是要把怒气给hold住 但龙部长的脱腮行为 早就心之有年 江一话前头致辞 龙云台歪着头 单手脱腮 十足 会复模样 立法院美牛话题 蓝绿大豆法 前头朝道不可开交 但龙云台同样是举起手 撇头脱腮 我是文化部长 我能做的就是比你优雅的姿势啊 但画中会不会让人有不屑的感觉 相信有一定程度会 国画人出身 某种硬腰杆子的个性 几回合下来都在和立委硬碰硬 幕僚私下提醒 画面实属难看 部长自省 搬出金铁脱腮招式 要以不变来硬万变 专事转的黄建英 台北财报部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